大家好,我觉得呢,我很有必要做一个视频,因为呢,我现在看到网上很多人讲这种游牧民族的内亚史观,但实际上呢,他们在诈骗,因为,如果说你是知道他们讲这个内亚这个概念,它主要是指的是满族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这个从语言学上面呢,讲的,这个广义上面他们都是阿尔泰人,阿泰人,阿泰人,然后,满洲人呢,他主要是指的, 主要在东北这一方面,女真人,那这个是通古斯人,通古斯汀,那那个蒙古人,Mongols,Mongolic peoples,在蒙古高原这一块,然后突厥人呢,他有的时候他也在,古代的时候他也在蒙古高原,他现在呢,他主要分布在,比如说中亚,中亚,新疆之类的,这个他属于Turks,Turkic people,他们讲突厥语的,Turkic languages,那他们一些,呃, 满洲的,汉化的满洲的作家,汉化的蒙古人的作家,他们非常推崇这个内亚观点,然后他们来贬低汉人,贬低华夏文明,首先呢,我,我承认,然后,然后我也是,确实是,我也了解,汉文化,华夏文化,它的大一统文化,它是有很大的, 问题,降高文化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有反对大一统,反对专制,对,这个讲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通过,呃,游牧民族来贬低汉,汉文明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拿一种更加低档的这种文,文明,然后来,然后来贬低汉文明,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呢,呃,我来讲一下,游牧民族,一些历史, 据说,满洲,它说,汉,汉文明,它多么腐败,多么将冈,多么排他,比如说,明朝,它已经是闭关锁国了,它不跟世界做交,交交,交易,做贸易,对,这个是大一统文明,很,很糟糕的一方面,这个就像毛泽东时代,它不和世界做交流,实际上是一种,很糟糕的这种,汉人的这种将冈文化,是,排他性文化,这个是很有问题,对, 我承认,但是呢,清朝它也继承了这一点,它也是闭关锁国,而且,蒙,你说满洲人,满洲人它,你说汉人杀人,满洲人它杀人杀得更狠,以前新疆它并不是中国一部分,汉朝和唐朝,它被,呃,它短暂占领过新疆,但是它并实际上控制的时间不是很长,它然后,然后后面又失去占领,它只不过是偶尔什么出去殖民了一下,我承认,对, 但是呢,蒙,满洲人是怎么占领新疆的,新疆的大部分是维吾尔人,是突厥语系的这些突厥人,满洲人,当时呢,准格尔蒙古,在蒙古人占领了这个新疆,然后,满洲人它打败准格尔,它是怎么打的,它把蒙古的男性,蒙古人,呃,那个,它把蒙古的这些准格尔人,全部杀了,杀了几十万, 小孩只要身高高过,一定高度,车轮,它就是全部杀光,杀了几十万人了,所以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满游牧民族之间的杀法是更加残酷,他们来,更加残酷,然后我再讲一下蒙古人,呃,蒙古人,他,你只要看到他蒙古扩张的历史, 他把,当时,金国,北方,北方的这些人,杀,就是,由于战乱和杀法和屠杀,北方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然后当时,金朝,他这个,最,最大的都市,开封,他死了九十万人,都是由于这个战争,蒙古人的战争导致,然后蒙古人呢,还打了中亚,中亚当时是,这个,通商的这条道路, 有些城市,蒙古人征服了上百个国家,你讲,用征服这个词,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嗯,听,灰红啊,壮阔啊,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中亚,他一些城市,包括花辣子摩,克兹米尔,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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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屠杀了,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包括整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全部被屠杀了,而且,而且,他的,他把当地的一些历史文献啊,图书馆啊,全部都给破坏,然后,实际上你只要,维基百科,你英文看一下,蒙古人的他扩张, 然后看一下YouTube上面搜一下英文的蒙古人的扩张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内亚人,然后他们打到阿拉伯,阿拉伯呢,当时有一个叫黄金时代,然后阿拉伯他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他在呃,呃,今天的呃,呃,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的地方,他古巴比伦他有一个延续的地方,就是,就是古巴比伦他实际上传着,我们说古巴比伦就是断代了嘛, 为什么断代?就是因为蒙古人入侵,他,巴格达那个城市,他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整个世界最伟大的,最恢弘壮阔的城市,被蒙古人完全破坏了,被蒙古人完全破坏了,他破坏了水利系统,他烧光了当地的图书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阿拉伯世界,他是非常贫困的,包括现在北方,他是非常贫困的, 就是因为蒙古人屠杀,蒙古人屠杀的话,不光在北方,不光在中亚,不光在阿拉伯,他在波斯,他在罗斯人,罗斯人就是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这些,实际上, 我现在在讲,你去看资料,你去搜资料,他们死了多少人,30%到80%,90%的人,就是你一个国家,那么多人死掉,实际上是没有文明的,而且有本事的人都死掉了,很多都死掉了,就死掉了,你说,然后城市被他们烧掉,破坏掉,你说这个叫蒙古人,内亚人的这种文,这种所谓的文明吗? 我承认汉人,很多地方是不对,但是这种,他们这种蒙,这种更加残酷的行为,用他们这种蒙古人,满洲人的这种行为方式来贬低汉人,贬低华人,你说正确吗? 你说正确吗?我,而且我承认蒙古人不是华人,我承认你们,什么民族自觉权什么,我都承认,没关系, 但是请你们实事求是一点,你们摸着良心讲,这种文明的高低,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你们是不是很有问题? 然后,你说满洲人,满洲人实际上不光在新疆屠杀了准格尔蒙古, 因为他知道蒙古人是什么性格,他不知道蒙古人,他哪天回来报复,他可能把满洲人全部杀光, 因为满,因为蒙古人杀了满洲人的祖先,杀了女真人,经朝就是女真人创立的嘛,开封,开封的这些女真的皇族, 就是满洲人他祖先啊,女真的皇族,全部被杀了, 他们游牧民族之间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残暴,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说他们就斩草除根了,汉人的话,汉人的话,实际上比他们好很多, 汉人,我承认后代的,就是秦始皇之后的儒家文化,他有很大的问题, 大一统文化有很大问题,对,然后, 安史之乱,像安史之乱武,胡乱华,包括,这些都是,汉人这个社会, 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中国,发生了一些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这些,我们讲清楚这些问题,并不代表你可以拿游牧民族来贬低华人, 然后,我就是讲,想讲清楚这个问题,内亚史观它是一种诈骗行为, 然后,还有一种,它对比明朝天下观,清朝天下观, 它好像清朝它是很开放的一个, 实际上清朝非常封闭,它首先,东南沿海它闭关锁国, 然后它说,关于新疆这个回部的这个治理, 它后面不是有一个叫五族共和吗,新疆是回部, 然后蒙古,还有藏族,它是怎么管你的, 它对于蒙古,它用一种,就是削弱他们竞争力, 通过佛教来去奴役他们,满洲人这种奴役的方式, 满洲人呢,他还在新疆, 在新疆,然后他还,对于汉族的穆斯林呢, 他也是非常打压的态度,对不对, 对于苗族,他这种,一种改土归流, 实际上做得比清,做得比明朝更加的狠, 他把,他苗族基本上都在逃亡, 逃亡到,他一开始在西南的一些省份, 他一些小的这些,他在山里面他住着, 他把他赶走,然后很多苗族甚至逃到了广西, 逃到了越南,逃到了东南亚国家, 这些都是,你可以说这个是汉人, 他本身汉人也做这些, 侵犯少数民族的事情, 但是他满洲人他也做这件事情, 而且满洲人,如果你看游牧民族这件沙发, 他比汉人更加的残酷,他是用游牧民族来贬低汉人, 或者说来揭发汉人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是,这个角度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角度是很有问题的, 然后实际上我们看满洲文化和汉文化, 满洲人他成为了汉人的统治者, 满洲人成为华人统治者, 我承认满洲人你不是华人, 驱逐达辱恢复中华,满洲人就不是华人, 我承认,但是, 满洲人首先他是处在一种社会更高的这种地位, 但是呢他在清末的时候, 清朝1911年结束, 清末的时候满洲人基本上都不会讲汉语, 都不会讲满语的, 他是自愿汉华的, 他是自愿汉华的,对不对, 文明孰高孰低是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在这里, 我并不是说满洲人一开始他就是, 就是满洲满清他一开始就是中国, 我承认他一开始不是中国, 一开始他就是殖民国家, 殖民的一种统治的国家, 但是后面的话他确实变成中国, 因为所有的满洲人几乎都汉华了, 蒙古他不是, 蒙古他的元朝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蒙古的元朝, 他是非常族裔非常多元的, 而且蒙古的对于这些不同行省的统治者, 他都是不会讲汉语的, 包括马可波罗, 他到蒙古的元朝, 他是讲波斯语, 他会讲阿拉伯语, 他可能, 我记不清楚的, 他可能也会讲蒙古语, 我记不清楚, 但是他是不会讲汉语的, 所以说汉人的当时的地位, 是非常低下的, 汉人, 南方的南人, 北方的汉人, 都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被统治者的, 被统治阶级, 元朝根本不是中国, 完全元朝完全不是中国, 这个我承认, 但是清朝的话, 他是中后期慢慢的他变成中国, 这个是实事求是嘛, 所以说, 我讲这些问题, 我并不是说要去怎么样, 我只是想, 就是你们要批判大义统, 批判儒家, 或者说批判, 传统的这个中国社会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实际上, 实际上实事求是讲清楚问题就行, 没必要去造假, 你知道吗, 我, 实际上, 你看这些满洲人他造假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造假的方式是一样的, 他为了宣扬满洲他有好的地方, 他就造假, 所以说, 我也是根本是觉得很, 我发现台湾, 台湾社会, 我靠都会有很多造假的东西, 这种, 你要, 我承认你台湾中华民国嘛, 对吧, 你这个, 包括中国他如果说有一个能恰当的方式, 那他能分裂为多个国家, 他也很好, 我承认, 那我说, 我自己, 那很大程度上, 我是打破这种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观念, 但是呢, 你为了反对华夏文化, 或者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 或者后面国民党到台湾的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文化, 但是呢, 你要实事求是, 你要做出这个恰当的, 包括细致的一些考证, 你不要去造假, 你不要去, 不要去这个说谎, 对不对, 然后, 你这个, 这个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 你不要去刻意删减一些历史, 我承认这个中国的教科书, 它是很有问题, 它刻意删减了一些东西, 但是你也不要做这种刻意删减的东西, 好不好, 我大概就现在想想到的, 就是大概讲了这些东西, 其他的, 我就是想, 就是每个人啊, 他要critical thinking, 他对于不同的东西, 他要, 就是要批判一些思考, 你不要, 不要, 别人讲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 也不要说, 因为, 就打个比方, 我们说, 吃人肉是不好的, 吃人肉不好, 为什么, 因为非常没人心, 非常残暴, 不能这么做, 吃人肉不好, 但是有些人说, 我反对吃人肉, 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 我靠你搞笑吧, 对吧, 你是开玩笑吧, 所以说, 满洲人, 他这个, 就是有些, 自己用汉字写作的一些, 满洲族裔的作家, 他就搞这种事情, 很荒唐, 哎呀, 真的是, 讲到底, 满洲人能有精鲜, 都是汉化的成果, 就是汉化成果, 满洲人, 你不汉化,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蒙, 你看一下俄罗斯那些少数民族, 你们就是那种, 对吧, 装什么逼, 真是的, 蒙古人, 蒋南听点, 汉人是比蒙古人文明的多, 为什么这么讲, 汉人, 蒙古人, 蒙古人杀了多少汉人, 90%的北方人, 80%, 90%的北方人, 汉人怎么对待蒙古人, 今天那蒙古承认是我们汉人占领的, 但是汉人怎么对待, 我承认内人党事件, 汉人文革是有很多的不好, 我承认这是汉人的问题, 汉人应该去解决, 但是汉人没杀光你们蒙古人吧, 对吧, 对吧, 然后你们对比一下, 汉人对待蒙古人方式, 蒙古人对待汉人方式, 我谈民族主义, 谈民族主义, 汉人比你们蒙古人文明的多了, 有什么资格来批判汉人, 我承认汉人有很多问题, 还讲东讲西游牧民族, 你真, 你真的是要搞蒙, 像蒙古这种游牧民族的这种民族主义, 真是自以为是的, 蒋南听典, 你们这种真的是, 我靠, 真的是, 然后还贬低南方汉人, 我们没想要打你们, 求求你们, 你们当时你们祖先别来打我们行不行, 对不对, 不要搞侵略, 不要搞侵犯, 大家和睦相处, 对不对, 像吴越国我们有打北方吗, 南方的这些朝代有打北方吗, 你们五胡乱华, 对吧, 来, 又来攻打南方, 隋唐, 我承认你们隋唐是有先别人血统, 你们不要来打我们了, 我靠, 来打了我们, 然后, 杀了我们的人, 然后还要贬低汉人, 我靠, 你们这种做的事情, 真的颠老黑白, 我, 我讲的这些事情呢, 实际上大家历史上很多事情, 实事求是都可以讲清楚, 但是你们不要造假, 包括, 包括讲唐代, 唐代的这个李家, 李世民, 李渊, 他们可能是有先别血统的, 而且, 很可能是有先别血统, 而且, 好像有一个记载, 就是唐代的这个李世民, 他和, 先别的大汗, 他, 先别人称他, 李世民为天可汗嘛, 先别人, 和李世民, 他可以独自的交流, 那应该是讲先别语的, 所以说, 很可能, 李世民他会先别语, 就是说, 他可能, 这个先别人啊, 这个可能李世民, 他这个李家, 可能是已经五代, 十代, 汉化了, 的这个先别人, 他在这个北方, 他在, 山西啊, 或者陕西啊, 他还有很多这种人, 关隆贵族啊, 关隆贵族, 我承认, 都是先别汉化的结果, 五国乱化他们后代, 但是, 实际上, 唐代的人, 是怎么对待, 怎么看待游牧民族啊, 就是野蛮人啊, 你看李白写的诗, 包括一些边塞诗人, 李白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吉尔吉士斯坦, 出生在东亚, 怎么看待这种鲜卑人啊, 就是游牧民, 怎么看待游牧民族, 就是一些残报, 胡未灭, 要破胡, 对吧, 李白的关于, 汉人的这个诗, 我可以拍一个上海话独一图, 对, 我就是南方使官, 我就是华人使官, 我是华人使官, 但是我反对大一同, 可以吧, 对吧, 你反对大一同, 不是什么你们游牧民族专利, 你搞清楚, 你们不要把这两个东西, 结合在一起, 行不行, 垃圾, 垃圾, 真的颠倒黑白, 垃圾, 好吧, 然后我那首诗, 我搜出来了, 搜出来了, 我再发给, 让大家看一看, 李白写的诗, 李白他很有可能, 他也是有, 这个游牧民族血统, 讲到底, 这个文化, 文化的优劣高低,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谢谢, 我想讲的就是讲这些, 请大家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 看, 多看一些资料, 包括英文的资料, 日文的资料, 那个, 有些, 有些, 其他不同民族的这个史观, 都可以了解一下, 都可以, 不同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资料, 都可以了解一下, 我承认这个现在的汉文明, 或者说华人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 我们不必要去, 用这个内亚人的这种颠倒黑白的东西, 去去破除汉人自己本身的问题,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 他们更也是在造假, 所以说, 这个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有些可笑, 因为很多人都在造假, 他造假, 你也造假, 用造假反对造假, 这个真的是, 我也是没什么办法的, 反正, 反正我想表达就这些, 20分钟了已经,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